好来看到花莲市公所今年配合县政府办理民安9号的延期 荣获国防部全民防卫动员署后备指挥部表扬 为机优的单位 那么市长魏佳燕在之前也特别是会见了民政客的客栈 以及承办有公同仁 感谢他们有效执行县政府下达的命令 展现花莲市充沛的防灾整备的量能 花莲市公所今年度防汛强险演习不同于以往 今年配合县府参与民安9号演习 模拟灾食公所成立花莲市灾害应变中心 以及针对国府里灾害潜事特性 执行土石流疏散撤离等因应作为 受县府建送为表现机优单位 日前在国防部举办的灾害防救及 军民联合防空演习检讨会当中荣获机优表扬 非常的开心与我们的温宏胜我们的同仁 北上去做一个获奖的一个动作 那在这边也要感谢国防部 对我们的一个防灾是一个肯定 那也要谢谢花莲县政府 在明安9号也对我们是非常大的一个肯定 那其实我们在很多的 不管是台风天或是一些陶雨 我们对于土石流的一个警戒的部分 我们都会相当的注意 那也在今年度我们跟慈季签订了 我们防灾的一些协定 也希望说未来在花莲 希望不要有任何的灾难 但是我也是切记的叮嘱我们同仁 平常时就要做训练 甚至于在社区 就要跟我们所有的长者们说 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一些灾害 我们都要积极的做准备 那也防范未然 也希望说整个国家无灾无难 市长魏家彦日前特别会见 民政科长潘唐胜 以及承办友公同仁 感谢他们有效执行 县府下达的命令 展现了花莲市充沛的防救灾准备量能 期盼未来花莲市能够以更完善 健全的灾害防救体制 因应可能发生的危害 并有效减轻灾害损失及伤亡 确保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记得徐立琴 华莲市报道